萨法山地区遍地的死火山严重,限制了叙利亚政府军的机械化优势,很多地区甚至是履带式车辆都难以通行,这种地形更适合步兵战斗。 不过,对旭军来说,其不仅具备包括航空支援在内的火力优势,而且还对这里的伊斯兰国武装形成了包围圈,尽管进展缓慢,但包围圈还是在不断缩小,旭军官方表示,尽管付出了不少代价,但旭军提起盟友,已经正式封锁了整个萨法山地区,切断了伊斯兰国武装的秘密补给线, 鉴于该地区严酷的自然环境,被围的伊斯兰国武装即将甚至很可能,已经被切断水源供应。 此外,其食物和弹药储备也已经不多,伊斯兰国武装开始释放被其绑架的平民,以换取前往戴尔祖尔省的通道。 据称,叙利亚政府军方面很可能会接受这一提议,不仅能够快速结束战斗,将这里的部队调往旭北部,参加即将于9月初,发起的伊德利普战役,还能让伊斯兰国武装破水东流,牵制续东部的库尔德武装,和美军更多盯力。 随着美土关系的恶化,库尔德武装与叙利亚政府之间的虚与威夷实际上已经结束,库尔德武装宣布不会向叙利亚政府移交控制区,更别说分享石油收入了,叙利亚政府则对沙特向库尔德武装提供1亿美元援助表示强烈不满。 近期,美军不仅向库尔德武装提供了大量援助,共同进驻拉卡等的,而且,从伊拉克出发的美军也进入了叙利亚政府军,其进攻HTS和占领吉斯尔舒胡尔的外国武装分子,并没有太大政治压力,但要进去伊德利普省腹地就困难了。 土耳其军队近万人集结在边境附近,随时准备进入蓄境内与这里的两万土军会合,蓄军即将发起的进攻很可能十分有限,最多消灭缺乏明显支持的HTS。 不过,HTS与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是盟有关系,伊德利普战役牵涉了太多国家,美国、俄罗斯和伊朗都赞成土耳其继续控制伊德利普。 在这里,叙利亚政府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者。 足够适合理解释家,美国、俄罗斯和伊德利普省的灵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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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